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7月9日 星期五 這個 對於領導人的健康 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中國的最高機密 而最近 竟然發生了一幕 香港媒體 好像看漏眼 我們要跟大家說說這件事 而且這件事 一點也不惹笑 他絕對是有一個潛伏期 以及有一個現在的爆發期 主要是說習近平 最近的表現 他很大機會是幻想了老人痴呆症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 他在很多次的大會上照稿讀 大家都知道的 而讀稿之餘 還教他發音 有時候會拼錯音 就好像他在天安門城樓上面 宣讀中共 建黨百年興的時候 就說 西方國家 移子棄屎 當然 他讀錯了 他讀了移屎棄屎 這些情況他試過很多次 例如讀錯字 或者把字調轉了 之前最有名的就是 通商寬龍 他就讀了通商寬依 因為這個龍字和依字差一點 簡體字 他就因為 小學程度 沒有辦法 把這個龍字讀錯了依字 大家都知道不會寬依 之前就說了對老人家的善養 卻說了尖養 讓老人家說大吉利是 你就要尖養 我們要善養 不止是這樣 最近 他在全世界的政黨 大會上 更加 展現出他有老人痴癌症的症狀 我們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書也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告會頻道 月費贊助 中共組辦了世界政黨大會 找了全世界亞非拉的共產黨 全世界都沒有人認可的政黨 北京齊集北京 聽這個丐幫幫主訓話 一大群乞衣走過來 乞衣頭說有錢派 那我們就看看乞衣頭派多少 世界政黨大會 全部都是一群丐幫來的 以搶劫 黑幫為主 他 他 向這班 黨員 不同政黨的 黨的成員 訓話 訓話之餘 他當然說了一句 他說實現民主有很多方式 不可能千篇一律 中國共產黨不會跟你外面那一套的 我們要跟哪一套的 就是要跟布爾什維克 跟列寧式政黨 跟納粹黨 我們不會跟那些民主的 共和黨 民主黨 我們完全不相信 我們只是相信共產黨 納粹黨 好了 那麼 這個也是中共八年後 八年黨慶之後首個 主場外交活動 但是 他在 接近尾聲的時候 意外重複讀過之前讀過的廣告 好 即時停頓 就問 我這個講完了沒有 就問他的秘書 他的助手 好了 引述這個 中共中央電台的 轉播 習近平在致辭的時候提出 世界政黨要擔起 引領方向凝聚共識 促進發展加強合作 完善治理的責任 將把握 和塑造人類 共同未來 堅守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 讓發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地為及各國人民 並攜手應對全球性風險和挑戰 不斷增強為人民謀幸福的能力 他聲稱民主同樣是各國人民的權利 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 實現民主有很多種方式 不可能千篇一律 一個國家民不民主 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 而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 當然 中國就是由少數人說了算 就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沒有人可以說第二句話 習近平又說 堅持 一切從實際出發 帶領中國人民探索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歷史和實踐 已經 進一步 證明 這條道路 不要走得對 走得通 而且 一定能夠走得穩 走得好 習近平更加宣稱 現代化道路並沒有固定模式 適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不能削足色理 而每個國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國國情 現代化道路都應該受到尊重 中國活摘器官 這個是國情 大家要接受 中國餓死幾千萬人 在和平時代 大家要接受 不過 習近平 說到最後 又重複了一次 說完之後 其實 這個很充分 在這次的大會上 證明了他 是有 老人痴呆症的 我們翻查2018年的紀錄 原來 2018年 他也是 被認為有老人痴呆症 因為 當時 習近平 訪問外國的時候 就暴力懶珊 他的表現 在外界 流傳他出了問題 而有部份的 檢閱的時候 尤其是當時 訪問歐洲 檢閱軍隊的時候 已經暴罰僵硬 走路懶珊 可能是相對的問題 他在當時 也是被黨內 傳出 開始患有老人痴呆症 現在的情況 當時的情況 跟拜登也相似 剛剛說過的話 就忘記了再重複問一次 我們 翻查 過往的歷史 他 家族 好像 也是有老人痴呆症 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 習仲勳 在老年的時候 患了老人痴呆症 這個可能是家族遺傳 因為大家知道 這種症狀 如果家人有的 他的機會就很大 那麼會不會是 他遺傳了習仲勳的老人痴呆症呢 在一個那麼重要的國際場合 自己清楚讀完稿之後 是不是 讀過的 沒可能不記得的 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從來所有東西都沒有上心 純粹是他用照著那些東西 讀完一次 就讀一次 然後 讀完之後 忘記了就再重新讀一次 這個情況 很多時候 出現過在香港的 民建聯的議員 或者是民建聯的人士 因為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們也是對那樣東西 完全是一聞三不知 最經典的就是 之前忘記了是誰了 一直跟著稿讀 連這個叫喝一口水先 他也讀出來喝一口水先 人家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 中間的停頓位就跟著 讀出來 停一停 這個休息時間 然後先喝一口水 其實所有共產黨 都有這件事 就是他們 對於他們本身的 專業 他們不是上心 因為他們只是打一份工 但是 到了習近平的級數 這個國家是你的 你差點 現在就是紅獻帝制了 現在是沒有人 叫你 勸進 叫你登基 叫你稱帝而已 暫時可能遲些 不知道 遲些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大群人上表 要求習近平稱帝 然後 全國就是萬眾一心 我們也是迎接 習近平稱帝 朝雞 不會說那麼不上心 因為國家大事全部都是你的 我們 比較 偏向相信他有機會真的患了老人癡呆症 當然現在 現在是一個相對 比較輕微的 因為 最初期的症狀就是 沒有記性 尤其是 40年前 50年前 60年前 他 也是會記得好清好楚的 但是剛剛發生的事情 就會忘記了 老人癡呆症 其實是阿肢海脈症 以前叫做老人癡呆症 香港 覺得好像歧視 改名叫做腦退化症 其實是一種病發進程 換慢 隨著時間 是不斷惡化的 神經退化性 這種症狀 是有機會佔了失智症中的六七成的成因 最早期的症狀就是喪失了短暫的記憶 他們記不起最近發生的事情 當 這個疾病逐漸發展 症狀可能逐漸出現 包括語言障礙 定向障礙 定向障礙就很明顯是習近平 一定有 定向 應該是暫時還沒有 情緒不穩 喪失動機 無法治理 和許多行為問題 行為問題一定有 習慣了香港 要跟美國 決一死戰 要跟美國投破血流 這些都是無法治理 情緒不穩 喪失動機的表現 患者 當情況惡化的時候 患者往往會因為這樣 跟家庭或社會脫折 並作佔喪失身體機能 最終導致死亡 雖然這個 病情因人而異 但是 段正後平均的餘命是3至9年 這樣就很嚴重了 現在的情況 究竟 他是真還是假的 還是黨內要逼他下台 他唯有 假裝老人痴呆 那麼我就可以 保住條命啦 你不要殺我啦 我老人痴呆啦 我退休啦 會不會是這樣呢 這個暫時還未知 要從他國際上觀察多一點 我們每個都說拜登是老人痴呆 當他自己的身份都忘記的時候 他就直接說要追擊拜登 要對付拜登 原來他自己就是拜登 他忘記了 這個情況我們也覺得很嚴重 所以 我們要時刻 跟著這個 習近平要留意他的病情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接下來 有最新的 這個資訊我們會繼續跟大家報告的 拜拜